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哈尔滨冰雪运动和这座城市又有着怎样的缘分呢 接下来就请跟着小新一起走进哈尔滨冰雪文化博物馆来找答案 哈尔滨冰雪文化博物馆是中国首家以冰雪文化为主题的专业博物馆 截至目前共有展品24920件 全面展示了60年来哈尔滨冰雪文化的奋斗历程 那现在呢我们已经来到了展馆内 站在我身旁呢便是解说员王索琴 刚才索琴啊跟我介绍了 其实我们哈尔滨的这个冰灯的发展 从1963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 是的 在1963年的2月7日晚上呢 哈尔滨第一届冰灯游园会就在赵林公园拉开了帷幕 一时间呢轰动全城去看冰灯 第一个晚上就涌进了将近5万人 那是不是其实从第一届的这个冰灯游园会开始 我们哈尔滨的这个冰雪文化的探索就一直没有停下 是的 在1985年的1月5日 在赵林公园的南门 我们的冰雪节拉开了帷幕 当时外地的游客呢不仅对我们的冰灯感兴趣 对我们的白雪也非常感兴趣 于是经过地方的立法 每年的1月5日成为哈尔滨人盛大的节日 每年呢都会有一天的假期 现在我们已经与加拿大魁北克 日本扎广挪威奥斯路 并成为世界四大冰雪盛事 嗯 那这之后呀就是1989年的太阳岛雪博会 太阳岛雪博会呢是国内开发最早 规模最大以雪为主题的这样的一个冬季主题乐园 因为冰雪呀是一种遗憾的艺术 我们的艺术家们呢就用3D打印的方式 用一些科技的手段还原了冰雪最美好的瞬间 那么得天独厚的冰雪资源 也为哈尔滨发展冰雪运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现在呢我们便来到的是奥运冠军之城的展区当中 在这里呀我们能够看到很多熟悉的身影 例如哈尔滨动员深雪赵洪博张宏 以及在北京冬奥会当中勇夺金牌的 任紫薇张雨婷隋文静韩聪 同时呢在2022年的时候 哈尔滨还被授予了奥运冠军之城的奖杯 就是为了去表彰哈尔滨在北京冬奥会当中 为中国代表团做出的兵数贡献 那么在哈尔滨不仅有限出了非常多优秀的冰雪体运动员之外 在举办冰雪赛事上也是比较有发言权的 1953年的时候全国首届冰上运动会就是在哈尔滨举行的 那说起和亚冬会的缘分 1996年的第三届亚洲冬季运动会也是在哈尔滨举办的 1996年第三届亚洲冬季运动会在哈尔滨举办 在2月4日至2月11日 这是中国第一次举办周季冬季运动会 这面展墙展出的是当时开幕包括比赛的一些场景 同时我们还收集到了当时的请柬和一些纪念品等 时隔29年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在哈尔滨举办 意义非凡 注定备受期待 那么在哈尔滨冰雪文化博物馆呢 还有大家找到了非常出片适合打卡拍照的地方 就是这里赏兵乐学体验局 虽然冬季卫视 但是在这里可以提前感受冰雪的魅力 其实也算是第一次来到北方的城市 但是个人就比较喜欢雪吧 然后但是就是因为受不了太能 所以我们就选择了十一过来看一看 提前感受 哈尔滨去年也迎接了一场的爆火 今年的冬天 所有的目光 全国人民 全世界人民的目光 会更加聚集在这里 那我本人的话 也会对哈尔滨举行这次的亚同会 充满期待 通合今天走进哈尔滨冰雪文化博物馆 相信大家与我的感受一样 已经感受到了冰雪艺术的魅力 同时对哈尔滨冰雪文化冰雪运动的发展内容 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那么2025年第九届亚洲冬雪运动会 为何会在哈尔滨举办 相信大家心中也找到了鲜雪的答案 也请大家继续关注小新的Vlog 跟随我们的镜头继续走进哈尔滨 去了解更多冰雪的故事